这名中医师经过舍诊 揪出他心律不诊 不过院长他其实没做什么事 他只是天天吃火腿三明治 当早餐而已 最喜欢吃这种传统三明治 这个很常见 早上一个不妙 腌制的火腿 好我就打了一个 就是警讯在心里 我就说好你爱吃这个 那我来把麦 哇一把 应该身材微胖嘛 我就说有运动的习惯吗 他说没有怎么可能 就是家里这样子 手开手有啦 我说好 可是你心跳只有四十几下 他说我一向心跳就很慢 我说怎么又变快了 你好像有点心率不准 而且你在心脏就是不舒服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头晕更严重 他说会有一点点 我说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看一下他的手心 哇我们可以看手心 我们如果心脏不好的时候 他在手的这个部位 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发红的位置 整个手掌发红 甚至有一些淤斑 那女生是在右手一样 那女生的中指到这边就是会有一个子宫跟膀胱的位置 所以他在对应的地方这边就是压了觉得不舒服 而且会有一些肿 然后我们再看他的第二个掌骨 第二个掌骨 第二掌骨的位置 他从头到骨底的位置 就是对应我们的头颈 然后心肺肠胃以及我们的脚 所以我在做他这个第二掌骨的测试的时候 发现压到正中上三分之一的时候 哇他就刺痛了一下 就觉得特别的痛 而且他位置没这么痛 我就蛮确认他有这个心脏 我请他去检查 那检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你其实平常自己可以就是来做一些按摩 来回馈一下保护心脏的部分 那对他检查出来就是所谓的心率不准 心脏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如果睡眠不足或皮咬的时候更严重 我就教他 其实他对应在心脏的位置 所以你平常也可以透过相对位置的这个按摩 你就是用这种有这个橡皮擦的这种铅笔 然后点按的方式 按的时候吐气 吐吸吐吸 你按你会痛的位置 它可以刺激你的心脏的节律 你每天做三分钟 你的心跳会渐渐的稳定 它跟吃药就是按的时候有一样的效果 不按的时候就没有 所以你要长期的按 那效果才会比较持续 我请素卿姐来当一下model了 来测试一下素卿姐她的状况如何 第二张股就是从这里是头 我先来测试一下 很健康 头脑清楚 心脏功能还蛮好的 脚比较没有力 这边比较酸吧 对下半身循环比较爆 所以素卿姐的 这问题比较不一样 像我就会用这种一般常见的刮砂板 有的会比较尖一点 不要太尖 这种圆的比较刚好 然后你可以从这边 然后顺着刮 顺刮 应该还好吗 还好还好 对顺刮 如果有哪个点特别痛 大概是下面这边 我觉得到上面都还OK 对 下面就会比较酸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 到比较酸痛的位置 对对对对 这边就是属于下肢 然后比较偏那种就是 蜜尿生殖 腹壳吗 对腹壳这个部分比较弱一点 对所以其实 虽然不是心脏的问题 可是它一样会反应 就是在相对的位置 有比较疼痛的感觉 就是那边比较弱一点 你刚才说红 那我像我的红在这边 应该不是那个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吗 像女生的右手其实是这边 所以是属于肺 肺气比较不足 对如果最近还有一点咳嗽 我最近在咳嗽 所以可能是最近的关系 所以这边很明显 这边整个是红 那可能我这边很黑 这边很黑 这边其实是还有肠胃的余剂 所以 口差 可能就是对肠胃比较不好 但其实肺它的这个 肺气是要靠脾胃的脾气来滋养的 所以如果脾气不够 那肺气就不足 那整个心肺活跃就不够 所以很明显 这个手就是比较没有弹性 比较软一点 像我的就很硬 你可以试试看 真的是有差 所以我吃比较多 有差 有没有揉手操 我们在做手的操 就是握紧30秒放开 连续做这样的动作 以及就是用你的这个刮砂板 或者是你的这个 自己的指头 从上往下做第二掌骨的按摩 甚至就很简单 敲敲手就可以了 两个掌骨一起敲 一边敲一边看电视 这样子效果也蛮好的 太好了 就在家自己做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